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2月4日,欢迎收看港湾播报,我是Cherry 今天是中国农历的除夕夜,在这里祝各位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诸事大吉,和家幸福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自去年8月27日后,联邦就业和社会发展部改用全新的老人保障金和保证入息补助金的申请表格 很多华裔老人被吓得连老人金都不敢申领了 全新的老人保障金OAS和保证入息补助金GIS的申请表格 是将原本分开的老人保障金和保证入息补助金的申请表格合二为一 但新的申请表格要求申请人填写其在原居地的身份证号码 即申报全球收入 一些华裔老移民害怕自己过往多年来未申报海外收入 而被联邦税务局追讨欠税,最终决定放弃申请 一家志愿机构过往一直协助不懂英语的华裔老人填表申请老人保障金和保证入息补助金 其中一名女职员说 从去年8月27日开始,老人保障金的申请表格有所更改 从原先的四页纸增加至了七页纸 但申请人无需另外填写保证入息补助金的申请表格 女职员说 从8月27日开始填写好新的申请表格后 只要申请人符合领取保证入息补助金的资格 将会自动获得 无需像过往一样另行填表申请 但上述全新的申请表格增加了要求申请人填写其在原居地的身份证号码 并要申报全球收入的内容 以便联邦政府能够根据申请人在原居地的身份证号码 调查其是否拥有在家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收入 她说 申请人在填写表格时要自行申报来自其他国家的收入 包括退休金、养老金和租金等 至于申请人的配偶是否在原居地有收入也要申报 之后必须再签名一栏 宣示自己填写的信息全部都是真实的 女职员透露自从增添了此部分内容后 不少原计划申请上述两项福利的华裔老移民已决定放弃 前来寻求帮助填写申请表格的人数也明显减少 这些华裔老人绝大多数是通过家庭团聚的途径 在子女担保下从中国大陆移居家国的 他们在加拿大已住满了十年 很多人在原居地依然领取金额可关的退休金和养老金 有的还拥有房产、有房屋出租的收入和其他投资收入 正因如此 如果他们填写了原居地的身份证号码 联邦政府可以很容易根据银行资料查出他们的收入情况 无疑是将自己暴露了 据他所知 华裔老人申请老人保障金和保证入息补助金被拒的个案不乏少数 甚至有人被追讨已领取的老人保障金和保证入息补助金 追讨金额高达数万元 他还听闻 有人在被政府追讨已发放的老人保障金和保证入息补助金后 一走了之离开了加拿大不再回来 他说申请人在提交了老人保障金和保证入息补助金的申请表格后 通常会在三周至三个月内获批 如果等待省批的时间越长 说明问题可能越多 虽然加拿大政府尚未做出进华为的决定 但贝尔德姆公司BCE Inc.和Talus Crop十分担心 一旦联邦政府决定这么做 那么他们将代价不小损失惨重 两家公司分别都损失至少10亿加元 合起来就是20亿 据环球邮报今天的报道 贝尔和Talus已经行动起来向政府施压 推动千万别进华为的运动 另一方面则是接受银行家的建议和政府死磕 政府进华为可以 但需要陪我两家公司10个亿 BCE Inc.和Talus Crop都是加拿大电信业巨头 在无线网络业务上无疑是龙头老大 危居老二老三 与高居第一位的Rogers三分天下 Rogers虽然对华为产品也有所依赖 但远远不及贝尔和Talus那么严重 显而意见 这两家公司不愿在政府的强力下 白白损失成百亿的银子 他们一方面暗中使劲 另一方面则是求助于金融与投资方面的专家 看看他们是否有什么解困的良招 在贝尔和Talus背后指点的高人都来自于CIBC 他们建议说 一旦联邦政府禁止使用华为的5G设备 贝尔和Talus就有充分的理由向政府提起金融诉讼 四位高人提出的理由很简单 既然华为是联邦政府批准的设备供应商 那么完全禁华为造成的经济损失 政府要承担 即使政府不负责全部赔偿 也要为受害企业提供援助 再者 按照政府现有的计划与规划 加拿大所有的网络设备都受到联邦监管 而且有政府安排的第三方进行安全测试 实际上 华为的设备是通过测试的 并不涉及网络中最敏感的部分 这两家公司同时表示 之所以将华为列为作为某些设备的额外供应商 是为了向其主要供应商诺基亚公司讨价还价 以便得到更优惠的条款和价格 自在商业公司的经营之道 很多公司都这么做 实在无可厚非 何况 这两家公司与加拿大政府一起参与过第三方计划 以测试该设备的安全性 BCE的发言人Mark曾表示 就GPON设备而言 贝尔不只是与华为合作 也与多家网络设备供应商合作 包括诺基亚和斯科等 他还补充说 我们所有的供应商都必须遵守BCE严格的安全规范 同时接受联邦政府的监督和监管 不过这两家公司早前在接受 环球邮报独家专访时都表示 最近几年 他们一直采用华为的5G技术建网络 而且在未来几年 华为也将是他们的设备供应商之一 贝尔和TELUS都承认 他们在无线网络中广泛地使用了华为的设备 其中贝尔拥有高达70%的华为设备 而TELUS更是接近百分百 因此 如果联邦政府决定禁止华为 参与未来的无线网络建设 两家公司将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估计损失分别超过10亿家园 经过5日的大规模搜捕行动 其警成功在本拿比拘捕了 设商周三于宿里市Scotbro驾空列车站 枪击警员的35岁男一犯格拉斯哥 警方2月3日凌晨5点 位于本拿比一间房屋布下了天罗地网 动员了大批警员出动了空中一号直升机 进行突击行动将一犯击拿 过程中无人受伤 起警突击的房屋位于Boundry Road 加Ruber Street交界 由于格拉斯哥有可能持有枪械或武器 警方做出高度戒备及机密部署 分别出动了本拿比和宿里奇警警员 低陆平原紧急应变小组 警犬及空中一号直升机 警方在进行拘捕行动之前 率先疏散了周遭住宅的居民 又撕破一架停泊在路边的汽车轮胎 行动期间打破了住宅单位的窗户和栏杆 最终成功将一犯缉拿归案 警方在行动中 已拘捕了另外三名与格拉斯哥同住的人士 该三人其后获释 而格拉斯哥则仍然被关押 宿里奇警助理总长麦克唐纳形容 昨日的突击行动 属于高危险性的拘捕行动 他赞扬参与行动的警员 以及其他来自低陆平原地区的支援人员 而鉴于警方仍然正联系 卑诗检控服务署讨论检控程序 警方暂时未对格拉斯哥做出正式的起诉 至于在上周三被枪伤首部的27岁警员哈姆斯 大温地区运输警长克罗斯表示 哈姆斯已经出院 商事逐渐好转 并在前日出席了部门的会议 令他的同僚感到鼓舞 宿里市长麦克勒姆 向皇家骑警的拘捕行动致议 并感谢警员们的付出和努力 得以拘捕涉案疑犯 他又赞扬皇家骑警的专业和拼搏精神 并感激所有参与突击行动的支援人员 大温地区星期日下了今年的首场瑞雪 加拿大环境部预测 大温未来几天仍会有机会再下雪 气温异常寒冷 其中在周二的晚上 温度会降至零下七度 加上风冻效应 会令人感觉到刺骨的寒冷 温哥华市政府已经开放了避寒中心 协助无家可归者度过寒冬 星期日的降雪是大温经个冬季的首场雪 开始时落湿雪 后来转为飘雪 晚上气温只有零下四度 其中阿乌斯福尔的降雪量达到5至10厘米 由于大风的关系 卑诗伦渡公司取消了半网六点 由Towarsson至Sworth Bay的渡轮班次 环境部发出特别天气声明 指出由卑诗省内陆吹向本省南岸 包括大温和温哥华岛的北极风 带来强风温度下降和积雪 运输联网与温哥华市府表示 已为落雪做好准备 大温多个城市已经开放了极端寒冷天气中心 其中在温哥华 位于布拉德街1138号的方向的青少年服务中心 已开放15个供青少年入住的床位 而位于亚历山大街320号的萨勒中心 已开放了40个床位 还有温哥华市府一开始开放避寒中心 协助露宿者度过寒冷的天气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 联邦政府将提供新增5300万元支援委内瑞拉人民 拨款支援的还包括因证据动荡而流散的300万委内瑞拉难民 特鲁多在周一早上与沃泰华召开的利马集团会议 作出了上述决定 利马集团国家的外交部长周一在沃泰华举行会议 就委内瑞拉近日局势开会商议 出席国家包括加拿大 美国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里加 威地马拉 瓜亚纳 宏都拉斯 巴拿马 巴拉圭 毕鲁和圣卢西亚等美洲国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透过事项参与会议 特鲁多说 新增拨款大部分是提供给设立在委内瑞拉及临近国家可信赖的难民机构 基于该国经济崩溃超过300万人离开委内瑞拉逃到邻国 成为新一波的人道主义危机 特鲁多周一在会上正式表明 加拿大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国会领袖瓜伊多为临时总统的地位 加拿大一直抨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涉及违反人道的罪行并干预选举 我今在上周以联统美国欧盟以及多个拉丁美洲国家支持 表示承认瓜伊多新政府 瓜伊多引用宪法第233条 表示在国家没有总统的情况下 国会领袖会自动成为总统 瓜伊多自己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 普多今天说 他昨日曾与瓜伊多通过电话 并表示将支持他 以上是今天的港湾播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